Zither Harp 春风吹木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风吹暮夏 流云暁白马 湛澜满田杏洞 沾成馒头花 红颜人两家 青州银河花 睡家叫你却敲上小鸭 是他呀 探看人间的繁华 抛下腰片 天真小巧呀 热闹声势呀 灿烂如水花 看那样火燃尽春风呀 听风呀 吹动着无数繁华 睡在夜中温暖一笑呀 疯人他 虽然想来又走吧 这瞬间请让我 轻轻地爱吧 他既然和我一样 也没有姻缘线 那以后 不就要孤独终老了吗 不错 好姻缘 好姻缘 我怎么可能会有姻缘 别想套我的话 对我用激将法可是不管用的 你就在这姻缘馆给我好好干 等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啊 什么激将法呀 你放心 赵娘子 在姻缘馆我肯定好好干 我一心扑在事业上 以事业为重 这就对了 嗯 如若你的父母要是问起来的话 你就告诉他们 我给你宝梅了 怎么了 我没有父母 从小父母就把我抛弃了 是大师兄 呃 是大哥把我养大的 呃 那你就告诉你大哥 就跟他这么说 大哥已经死了 呃 呃 对不起啊 哎呀 我也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的 我不知道 哦 没关系没关系 还有朋友吗 李兄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惜啊 他也带着娘子离开离岸了 朋友嘛 总归是要离别的 哎呀 没事啊 以后 这姻缘馆呀 就是你的家 只要我赵双双 有的吃 你就不会饿死 啊 谢谢赵娘子 天气也冷了 明儿我让莲儿 给你加一床厚被子 这衣服怎么这么薄啊 明儿我让莲儿 再给你做一身厚衣服 你这瘦胳膊瘦腿的 给你盛一碗大鸡腿 吃吧 多吃点啊 鸡腿 大师兄 从哪儿弄来的 这你别管了 你快吃你的 怎么了 想什么呢 哎呀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以后你进了这姻缘馆 就是我赵双双的人了 姐罩着你 没事 还有那宫钱 还是按照以前来啊 好险啊 差点就花自己的钱 来心疼男人了 这女人 可不好对付 好险啊 差点就心疼男人了 这女人 可不好对付 小诚 哎 梁叔回来了 小诚 哎 梁叔回来了 哎呦 这些活儿都是你干的 对啊 来 梁叔喝茶 来来 这是莲儿给你的 被子和衣服 这 茶都漆上了 哎呦 梁叔啊 梁叔啊 你说这赵双双 她每一单都赚那么多银子 怎么还这么省吃俭用啊 这个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我得从二十年以前跟你说 你说 像当初啊 你梁叔我那也是个年轻小虎 那是 比你这会儿年轻 我那个头 比你现在高 所以她们现在都管我叫 梁医道 哎呀 前真过往了 梁叔 您说的是什么啊 那当然是真的 你不信是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想当初 不不不不不 我说的不是这个啊 我 想问的是赵双双 双双怎么 对对对 说双双 哎呀 双双当年也风光 你就说前几年 灵安城里那次洪灾 全城上下 救赎双双 捐的云两最多 那是他准备 那是他准备给自己当嫁 赚的钱 他平时凶是凶了点 但是呢 心地善良 梁叔 您说 他这个 因缘缘 是真的吗 我不信 你不信 当然是真的了 那是当年一个云游的老神仙 看他前程传给他的 我都在那看着 对 一开始说了 说要传给我 我说我不要 给孩子吧 这这这才传给他的嘛 是吧 哎呀 双双啊 也就是命苦 从小无父无母 那女孩子嘛 就是想着早日成个家 你说是不是 当他要是遇到喜欢的人 那就一心对人家好了 根本顾不上自己 我还不知道他 给你成一碗大鸡腿 以后啊 这姻缘馆呀 就是你的家 只要我赵双双 有的吃 你就不会饿死 莫非 他喜欢我 这样不好吧 女东家和男伙计 他虽然是个无聊美人 但心底也不算太坏 还有救 等我把这姻缘馆干倒闭之后 我就能帮他 从这情感喧嚧中走出去 宠获光明人生 哎 不好了不好了 出事了 我的腰 怎么一对姻缘都没速成啊 娘子 你是不是救急又犯了 不打紧 现在最重要的是这退婚的问题 那顾家到底怎么回事 孙官人在详亲当日无礼离场 还污蔑姑娘子长得丑 那气得顾娘子无论如何都要跟她退亲 娘子 黑头发 没有麻子 脚不大 周整 娘子黑 头发 头发没勇 马子 脚不大周整 脚不大周整 孙某来晚了 还请姑娘子见谅 无妨 孙某还请听钥匙 先请告示 先请告示 承音 散在窗前 节节似语 缠绕在耳边 此情此尽 心事都燎然 春风回眸一笑醉花念 情思绕光 千泪路遥远 心花怒法 开在你眼前 手握竹帘 恰逢故人缘 谁用青春灯 我转身见 我用至今 能为你容颜 红烛摇晃 心事已团乱 谁把思念 虽然没遇见 一点思念 情当在心间 我用至今 能为你容颜 红烛摇晃 心事已团乱 黑白之间缘分 多转变 难看手掌楼书 愿自恋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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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